大家好欢迎来到会员刊中国 我是善语男生说 研究生现在毕业根本就找不到工作 我已经投了四个月的简历 但是没有一个公司愿意收留我 而且现在公司都在裁员 所有公司的人员都已经饱和了 我有一个从英国读烟回来的朋友 今年的六月份入职卯大厂 结果上个月就被裁了 所以咱们这种有了学历的人 出来也找不到工作 到底该怎么办 这几年中国的经济持续下行 临失业率暴增 年轻人更是毕业及失业 在缺乏优质岗位的状况下 纷纷走向报考公务员的独木桥 每年报考的人数都在逐年的增加 根据统计 今年的报考人数是340余万 比去年增加了34万人 甚至有岗位只招录一个人 却有16702人报名 来自上海金融界的Z先生表示 1万多人进聘一个公务员岗位 听起来真的是很魔幻 这说明越来越多的底层老百姓 在经济持续低迷的形势下 看不到任何希望 只能幻想拼了命 挤进体制内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首先对于普通家庭背景的中国人来说 公务员的收入是最稳定的 尤其在经济困难时期 其次公务员的隐形福利非常之多 从住房到医保 到退休待遇 到过年过节的福利 甚至公费旅游 对于想靠学业今日仕途的学生来说 当官就是根本的动力 因为他们或他们的家长都看到了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公和官民之间的巨大落差 但是一般重要的公务员岗位都是世袭继承制 根本轮不到平民百姓 也就是说哪怕是最基层的公务员空缺位置 都早已被原体制内的家属 情有瓜分预定的差不多了 真正能流向社会招聘的是比例非常少 通常也是用来装点门面的 以显示百姓还有机会进入体制内 所以呢就出现了这种一万多人进聘一个岗位的离奇现象 但不幸的是国考的门槛也越来越高 近日一位想报考公务员的中国网友大呼天摇塌了 男生说兄弟们考工天塌了呀 我这边看了一些今年的考工要求 现在普通人已经考不了公务员了 因为我看到上面很多增加的附加条件 要求是党员或团员 那啥意思啊 如果只能是党员 大家可能说啊这会有启示 那他就要求是团员或者是党员 每个人都是团员吧 可他有个问题 他要求的团员是啥意思 就是要求28岁以前 也就是说如果你不是党员的话 你28岁以前才能报考公务员 因为28岁以后就脱离了团员了 自动脱级 也就是说超过28岁 不是党员的人以后还能考工吗 我感觉考不了了 看来以后这条路也是越来越窄 年轻人更是没有任何出路了 每年的考工的情况都是一个很有效的风向标 真实的反映了当前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形势 近年来当局政治上急剧左转 国际民退的政策重回计划经济时代 几百万人涌入考工大军 这说明市场在急剧的萎缩 经济和就业环境都在恶化 当政府规模缩小 财政压力也就会减小 市场就会更有活力 形成良性的循环 相反经济情况越差 官僚机构越臃肿 财政负担也越重 这就是恶性循环 当前经济下行导致社会矛盾突出 积怨越来越多 当局已经容不下任何不同的声音 当权者都必须是党员团员等可靠的自己人 此时的社会生态环境就已渐渐的进入了死循环 回想上世纪80年代初经历了文革浩劫的中国经济千疮百孔 政府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 抛弃计划经济政策后的市场很快充满了活力 那时候体制内的公务员和体制外的普通职员工资差异不大 很多最初从事自由职业的小商贩成了最先富裕起来的群体 一个卖水果的卖水产的小贩 越收入都可能是公务员的数十倍 很多体制内有点能力的人都下海经商 中国经济也迎来了三四年的高速增长 那段时间可以概括为只要你敢想敢干 到处都是机会 即使失败了也不会绝望 因为整体的经济和市场环境升级勃勃 那时成绩优异的学生优先选择的职业 都是进科研部门学术机构 很少有人会优先考虑当公务员的 那时只有那些考不上大学的或者家庭比较困难的 想早点工作能够有收入的才会去报考公务员 而现在学历最高的最有活力的 本应该最具开创精神的人才精英 如今都挤破脑袋 要往这个不能创造生产价值的官僚体制内钻 反映了社会结构的严重畸形 也极大的浪费了最珍贵的社会资源人才 曾在内蒙古自治区政府部门工作的杜文表示 公务员的人才浪费现象一直非常严重 他在政府工作时办公室负责接电话的就是南开大学的毕业生 国家的各部委2000年以后进的人都是博士了 他们肯定是不能学以之用 可以认为是埋没了 但是另一方面你当官了 这就是中国人读书的目标 从另一个角度讲 你是硕士博士 去基层当公务员都是比较容易冒尖的 2024年的国考中 最有人注意的是一名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的应用物理博士 通过了国考到了安徽省宿州市 萧县当了一个基层的公务员 他也是宿州在2024年新招路的400余名的公务员中唯一的博士 这名博士已入职处于适用阶段 一年生期满后才可定岗 但是这些高学历人才精英们放弃了应有的事业和工作后 进入体制内 从此真的就能汗烙饱收了吗 飞黄腾达了吗 没那么简单 这些年中共的经济下行 财政吃紧也影响到官僚体制的本身 据统计 最近十年有200多万的党员被纪律处分 有几十万的官员被刑事处罚 前中共厅集的官员周先生表示 现在在中国的干部当中是人人自卫 尤其是退休和接近退休的 这些干部都是告慰人群 因为这个群体的干部 你退休了对国家没什么价值了 另外厅集以上的干部在全国在位的8万人 再加上退休的总计应该是30万人左右 这个数字挺可观的 他说道 打掉一个厅集的干部最少能为国家节省3000多万元 因为父亲级以上的干部医疗待遇比较高 干部的疗养所高干病房这一系列配套下来 费用就很高了 你没有价值了 共产党马上泄磨杀驴 再加上这些干部家庭多少有点资产 凡是能给你盯上罪的家里资产全部要没收 工资停发了 医疗费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算起来就不止3000万了 甚至更大几个亿都正常 因为除了你本身的资产 还要挖出你的亲属和连带关系的资产 所以如果这30万人要打掉10万人或5万人 这就是国家创收的一个很好的手段 而这些年来大量的中共官员和体制内人员被处置 也腾出了一些空缺的公务员位置 这些体制内来不及继承和事息的位置空缺 需要填补 于是我们看到一幅很奇特的画面 一方面中共官员在被大面积的清洗 往往一个中共中高层的官员被抓之后 连带他的下属和关系网都会有很多人被逐步的清洗 这样越来越多的空缺名额流入社会招聘市场 而另一方面 这些空缺却远远不能够满足极具增加的国考队伍 因此招生要求也越来越高 今年诞生的超级明星岗位来自中华职业教育社的联络部 仅招一人 却有16702人报名 这个工作主要负责的内容是策划协调实施外事活动 负责制定单位的年度外事工作规划 随出国境的团组出访 接待国境外来访机构等等 且户籍不限制 全国的考生都有报名的资格 这万人争议的荒诞景象也反映出另一个巨大的社会的隐患 之前我们节目中曾经提到过 据统计截止目前 中国有高达2200万的失业青年 而当局几乎没有提出任何的福利支持计划及解决方案 这些青年很可能成为随时爆发的火药桶 美国的经济学者黄大卫表示 青年人失业率高 首先是这十几年来中国一直是国际民退 国有的企业不断壮大 承担大部分就业的民营越来越缩小 其次2018年中美的贸易战及疫情清零的政策 大量的入口订单的外移和产业的转移 使大量就业的机会流失到海外 这跟中国的整个经济结构有关系 他往往从举国体制去考虑 往往把经济的重点放在了政治目的上 如一带一路大量的去补助国外的企业 社会的资源分配不公导致失业率上升 而更为严峻的是 近20多年来为中国制造大量就业机会的外资企业 从2000年开始战略性的撤资 尤其是近一年左右呈现加速撤离的现象 盘点近期从中国撤资的外国企业 至少有19家跨国企业宣布关闭在华的工厂 并大幅的裁员 有分析预期在华的外企撤资的情况会越来越严重 外资的大规模撤离 无疑大大的加剧了中国的就业形势的恶化 在中共当局很多政策逐步退回到毛泽东计划经济时代的过程中 过去改革开放的红利已经消失 现在很多的年轻人看不到希望了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感到 无论他们如何努力的学习或工作都无法获得更好的生活质量 他们每天都在为找工作奔忙 还有加不完的班以及无穷无尽的内卷 收入下降 生活降级 付出努力而没有结果 2018年毕业于南方某重点大学的李先生说 历史上有很多的帝国的崩溃都是从财政开始的 失业青年可能会成为推动中共垮台的力量 青年人失业工资低交不起社保养老金 很多的年轻人现在干脆都不交了 同时年轻人失业低工资也会导致年轻人不愿意生小孩 导致老令化加剧 年轻人就业和老年人养老双重压力也会导致 中年人看不到任何希望 这是一个连锁反应会引起整个社会的震动 他说最近几个月明显的感到中国人力气很重 报复性事件反复出现 出现了好多的满门被灭的杀人事件 比如河南洛河的女法官叫王佳佳 判交通肇事方面的案件 他也被杀了 而面对更多看不到希望的几千万失业人群 中共官方的那些所谓专家学者 又是用什么方法和建议来解决的呢 近期复旦大学的梁永安教授在上海一论坛上称 有条件的年轻人可以啃几年的老 此番言论立刻引发很大的争议 梁永安还称肯老就是让年轻人寻找自己的人生道路 他建议家长在孩子大学毕业后 不要着急找工作 给点钱让年轻人到外面走一走 最起码肯老三年 要给他们更多探索世界的机会 再回去生活 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 梁的此番言论引发很大争议 有人说建议专家还是不要建议了 努力挣钱吧 肯老真的不好 好多家庭有这样的条件吗 也有网友说他是转移社会矛盾的专家 这种方案叫做矛盾不出家门 年轻人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 本来就是个社会问题 他很巧妙的用肯老 就是让年轻人找自己的爹妈要钱 把社会问题变成了家庭内部问题 还有人说为什么让年轻人肯老 应该是社会给年轻人试错的机会 给年轻人慢下来 能够传承能够增长认知 有个问题他没有搞明白 没办法慢下来 不仅仅是钱上面需要啃脑 而是什么东西你都得抢 你慢了就抢不到了 所以不应该宣传啃脑 根本是要社会给予这种机会 积压已久的怒火 已经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 不再消极的躺平 而是主动的挑战当局设定的红线 主动出击反抗 而中共当局则采取了 最荒谬可笑的维稳策略 万圣节的COSAR 他们自去年提出了明确的政治反抗之后 今年上海当局遭遭下令 禁止了严防死守COSPLAY的活动 但是年轻人并没有屈服 最新的网传视频显示 10月28日深夜 一名年轻男子身穿制服 扮成了环卫工人 抱着自制的路牌上街 路牌上写 我在淮海中路很想你 但他在街上行走时 故意用衣服遮住了其他字 只露出了中路两个字 很容易让人联想到 两年前的白纸运动时的 乌鲁木齐中路的事件 2022年11月 乌鲁木齐一场惨烈的大火 引发了席卷全国的白纸运动 当时许多的上海人聚集在当地 乌鲁木齐中路 纪念乌鲁木齐亡魂 并抗议中共当局 甚至集体喊出 共产党下台 习近平下台的口号 当时上海当局为打压反抗 下令将乌鲁木齐中路的路牌都拆走了 一张网传的照片显示 两名的环卫工人抬走路牌时 曾用衣服遮盖 如今这名扮装者疑似有意模仿当时的场景 隐晦的纪念白纸运动 不过路牌上实际书写的 淮海中路是上海的商业界并不敏感 网民纷纷点赞 认为这名男子既有勇气又智慧 估计公安也拿他没什么办法 一网民夸奖这是目前见到今年万圣节最狠的活儿 网传视频显示 该男子上街后遇到公安盘问 目前该视频已被删除 未知半装的男子受到何种处罚 我们从年轻人身上看到了希望 当大量的年轻人开始觉醒时 荒诞的政权已经不会长久了 其实现在真正觉得天要他的正是当权者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收看《会眼看中国》 欢迎订阅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次再见